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復刻問題不可輕忽 嚴重可能要你命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復刻出現異常時 如何判別是否有癌症風險喔 三位藝人 又有哪些難纏的復刻問題呢 女人真偉大 就要忙家庭 要衝事業的 也要照顧家人 去忽略自己的健康 國健局針對女性子宮癌症 乳癌也有免費的篩檢 今天就要對女性健檢常見的問題 醫師幫你來做個總整理一下 女性健康檢查幫你揪出復刻異常 我這邊特別整理出 我們復刻常見的這四個 第一個如果是囊腫 我們最常見的 因為很多病人會說 那個他去健檢收醫生跟他講 有囊腫 我都會問他囊腫在哪裡 他說好像在子宮喔 但我跟你講囊腫通常我們的概念 就像一個水囊或氣球的概念 這種囊腫通常是長在卵巢或疏軟管 所以你看我特別可以標在所謂的卵巢 大小如果五公分以內的多數是可以在觀察 所以你如果看到兩三公分的不用太緊張 報告單後面會寫 比如說這樣的囊腫兩三公分 他通常會寫 一個月或三個月之內去找婦產科醫師檢查 第二個瘤呢 如果是肌瘤這個字 我很多病人會說他好像長肌瘤 問他長在哪裡 他就說好像長在卵巢 這有錯了 肌瘤這個名詞 絕大部分在婦科是長在子宮的部分 也四五公分是一個參考值 除非你同步有一些初學啦痛經 那你就來找婦產科醫師 那後面兩個比較有趣 第一個叫席肉 因為席肉常常是內診或超音波看到的 因為席肉有分子宮頸的席肉 有分子宮裡面的席肉 簡單來講這是一個房間 有時候房間門口擋了一個垃圾袋 那就是子宮頸的席肉 如果這個垃圾是藏在這個房間裡面的話 那就叫子宮內膜的席肉 那會不會變癌症 因為每個人一看到席肉 大腸癌席肉下一步都癌症 跟各位報告很可惜 婦產科的子宮內膜 或者子宮頸的席肉 轉變成癌症的機會 大概 最後一個反應是我提出來要警告大家 叫增生 現在婦產科的疾病也有流行性 流行性跟什麼有關呢 跟大家 飲食逐漸的比較西化 所以它高糖高油脂類的增加 體重的增加 還有一個叫沒有生育 或者晚生育 這幾個共通疾病 都會讓女性荷爾蒙的疾病會增加 其中跟女性荷爾蒙最有關係 在婦科的癌症就是內膜的病變 那我這邊特別寫1.2公分 回去也不要開始把所有的人 你照過超音波的圖馬上拿出來 拿出來 因為現在很多醫院的超音波照報告 是可以上APP 你直接可以看 然後每個病人就說 哇 它看到很多指數 我就一直來問 其實內膜我雖然寫1.2 我們的內膜呢 它隨著週期會有厚薄的變化 月經剛乾淨的時候最薄 慢慢的內膜要增厚 因為它增厚到準備讓你可以 著床懷孕 等到月經要來前是最後的 那多數的女性在生殖年齡 大概0.8到1.2 是在最後的時候 所以1.2以上我們稍微注意一下 可是你不要看到1.3 馬上就衝過來 但是我要先提 如果大於2公分以上 其實在研究顯示 她的癌症的比例真的是增加的 所以減減是好事 但是一些簡單的這四個分類 請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都知道女性啊 就會有抹片的這個檢查嘛 那大家都會說抹片抹片 其實都不知道什麼叫抹片 今天給大家介紹一下 所謂的抹片呢 就是說婦產科醫師 會用像這樣子的刷子 然後生進你的子宮頸口裡面 把那個細胞沾取下來 抹在這個撥片上面這樣抹上去 然後交給那個病理科醫師 來做判讀 那這個的話就叫做抹片 不是一般都放什麼顯微鏡底下 對對對 就把這個放在顯微鏡底下這樣看 那不過因為子宮頸上面有一些腺體 它可能會分泌黏液啊 或者說有時候會有點出血 然後就會有血球 可能會讓這個抹片太厚 或者是黏液的話 病理科醫師就不會那麼好判讀 所以說現在的話 就會有一種新型的抹片出來 它的話是用這種新的刷子 然後刷子就是一樣 採取那個子宮頸的細胞 那採完之後 它不是直接刷在撥片上面 它會把它洗在那個溶液裡面 那這樣洗一洗洗一洗之後 它會把那個黏液啊 或是血球全部都洗掉 它直接就像我們也需要看的細胞 這樣子的話 病理科醫師在判讀的時候 更精準的 對 可以增加精準度 更精準 為什麼會提到說新的技術呢 就是因為之前有病人啊 曾經子宮頸的細胞有異常 他做過醉狀切除 那醉狀切除之後 需要比較密集的醉狀抹片 那他之前做抹片呢 怎麼做怎麼做都正常 可是在內診看起來的話 其實他的細胞啊 就看起來說 都覺得怪怪的不太對 但是我們怎麼刷都還是正常 後來就有一次建議他說 你要不要乾脆做一下 新的這種檢查 也不知道是碰巧呢 還是就真的他的精準度比較高 就剛好就抓住疫情 後來這個就著出病 就抓出來了 所以現在一律就要做這種的嗎 沒有 應該是說這個是選擇型的 所以 就是這個是不是健保機 對 這個是重點 就是如果說 因為政府一直在鼓勵他們 去做抹片 對 那就是說還是要看 你的抹片的品質怎麼樣 然後跟你去做抹片的時間 那當然我們會建議說 不要有信心完後 然後或者說你有一些發言情形的話 還是就不要在那時候做抹片 剛剛講的是採檢工具 第二個就是取得細胞的方法 那早期為什麼抹片 我們現在做的抹片會被攻擊 好像沒那麼準 主要是因為你刷的時候 細胞可能抓得不太夠 所以大家就說 那我用大一點好一點的刷子 好 刷夠了 怎麼像剛剛馨惠講的 還是沒有檢查到癌症細胞 因為我們刷子是刷在玻璃片上 你要知道一個毛筆沾滿水 這樣子過去的時候 很多細胞還是在你原來刷子 這刷子就丟了 所以 百分之六十五的細胞 才會在這個撥片上 另外百分之三十五丟掉 有時候就很可惜 所以剛剛提的第二個叫 薄層抹片或叫液態抹片 液態抹片 所有的細胞都在裡面 所以就不會繞高起來了 可是我必須要講 有些細胞 什麼刷都刷不下來 我們以前有過 你怎麼樣去採檢 後來報告還真的是正常 甚至於我剛剛講的內膜病片 也有一個故事 我們曾經這個 在我們以前年輕醫師時代很有名 我們學弟很優秀 就是他那時候在檢查的時候 懷疑 因為他亂出血 所以我們內膜要做刮燒 剛剛提到 把他刮一刮去化驗 剛好真的一個子宮內膜癌 你知道嗎 內膜癌下一步的標準治療 就是子宮要整個切除 因為這個人也完成生育任務 他就子宮接觸 切除完了病理科醫師 怎麼切 沉切 重切 薄片切 找不到蛋液癌症細胞 那很尷尬 後來當然我們就稱讚 那個年輕住院醫師 就太強了 光內膜刮燒 就把救生細胞刮掉 刮完 其他還有就是像是 人類乳酥病毒的感染 這個其實也是自費的檢查 但是我們知道說 其實現在人類乳酥病毒的感染的話 持續感染跟子宮頸癌的發生率 其實是有相關的 如果說你的子宮頸抹片有異常 然後再加上說 你可能有一些高危險型的 人類乳酥病毒感染的話 那你這樣就不能掉以輕心 你可能會需要比較積極的 像是切片或是子宮頸的 那個椎狀切除的檢查 這樣會比較放心一點點 就是沒有性行為就不用做嗎 沒有性行為的話 一般來講 得到乳酥病毒感染的 就剛剛那個也不用做 你沒有辦法進去處女膜 對 因為你變成說要採檢 變成處女膜要破壞掉 那如果她自己呢 我們有些遇到就是處女 她堅持要做 那我們用個就是比較特殊方法 我們就是用個小的棉簽 進去採些細胞 不過我們會跟她講 這個細胞的主缺度不夠 基本上你沒有性行為 基本上是沒有機會會得到 對 理論上要告訴觀眾 所謂有沒有性行為 其實都把責任賴給我們男人 這是不公平的 她覺得很多婦科的疾病 都因為接觸男人以後才產生 我必須要承認 子宮頸的癌症病變 它跟人類乳酥病毒有關 這個病毒的確是 藉由性行為是主要的來源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 不論卵巢腫瘤 內膜的一些真身 卵巢癌 子宮癌 其實它跟有沒有男性伴侶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很多都沒有人生的性經驗的時候 她會覺得她應該不會生婦科疾病 其實很多反而都是 包含你們的乳癌 我們的子宮的內膜癌 卵巢癌 其實很容易被忽略掉 可是我們之前有遇到一個 非常罕見的例子 就是說她是一個國中小妹妹 因為她是從金門來的 就是非常純樸 我們也相信說 她真的沒有交男朋友什麼 但是她就是初學太大量 怎麼樣都不會止 後來一開始也不覺得說 她會像子宮頸有問題 不過她初學真的太多 後來去做那個電腦斷層 發現她子宮頸真的長得一大個腫瘤 那我們在做切片的時候 怎麼挖 真的是都把它挖出來 後來才真的確診 她是得了子宮頸癌 所以她在國中 就把什麼子宮都拿掉 我旁邊的朋友她是去參見 然後我也想說 我有 就是我小孩都十幾歲 習慣我怎麼都不容易懷孕 然後我就大概跟醫生聊了一下 然後她就幫我做抹片 就稍微檢查了一下 她說那 你們都沒有臂嗎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她就幫我做一些 就是引導超音波這樣子 她稍微在那邊左邊用一下 弄面弄一下 她在幫我引導超音波的時候 稍微弄到另外一片的時候 我就會痛 然後就覺得 欸 這樣怪怪的這樣子 然後她就稍微就 就在那個 Monitor那邊拍了幾張照片 然後照片出來就說 欸 秀琴啊 你在卵巢這邊 有一個儀式 她不知道是講水泡還是腫量 反正她講說大概有五六公分 這麼大 我想說這麼大 這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她就說 欸 你怎麼會痛 她說那你跟老公 開心的時候會痛嗎 我說會 然後她說這樣多久 我說有好一陣子 這樣 而且我有時候 明明驚奇過後 我還會 就上車的時候 欸 她就會有幾滴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就沒有去理她 然後醫生就說 欸 那我們就是 做個檢查這樣子 那你一週後 我們去化驗一下 一週後回來看報告 因為這個可能 不是好的一個 那個良性的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你知道這個中間 你知道很漫長 雖然才一週 而且她說 通常五公分以內 就是 你就不用想那麼多 她說六公分這個 可能要 當下你知道我就覺得 我怎麼辦 是不是 就是不能生小孩啊 我幹嘛幹嘛的 那一週其實人生很煎熬這樣子 然後可能工作 又沒有接到 那個醫生的電話 然後而且她過了大概十幾天 我想說完蛋了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忍不住 我就自己打到醫院去 我就說欸 我是秀琴 我說請問一下 醫師在嗎 我說你們沒有打電話給我 我說我想要知道 報告的這個部分 然後她就說 其實是良性的 對 那個是可能卵巢 的那個是水泡 然後不是惡性的腫瘤 對 那可能是一些工作啊 作息不正常啊 對 或者是 反正她講一堆 然後我聽到是 不是惡性的 然後你要再定期來追蹤 我說好 謝謝醫生 我就把電話掛給我 但是其實就是 不知道欸 就是跟老公開心的時候 還是會痛 所有的卵巢 或者是腫瘤都是一樣 簡單的概念 一個叫生理性的 一個叫做病態性 病態性在分良性跟惡性的概念 所以你這個如果六公分以上 第二個又持續存在 通常都是病態性的居多 那你應該還要再追蹤一次 不是只靠抽水這件事情 對 至於為什麼疼痛比較難說 因為可能跟個人的 知識技巧或當行業界 也會有一點點影響 我是講真的 有時候我們會問 如果是因為那顆腫瘤角度 因為她從來沒震驚過嘛 不是 不是 我要講的是因為 如果的確是那顆腫瘤引起的 那應該每次都會痛 可能有的人 而且我會痛到痙攣欸 那其實應該要就醫啦 人生不要忍嘛 那這個你的疼痛原因 大概好幾個 可能那個是巧克力囊腫露出來 引起周邊的發炎 那刺痛就會有 另外一個說不定有一點 小的囊腫的扭轉 這種扭轉也會很痛 可是這種痛會痛非常久 甚至於也許那個位置 剛好靠直腸的地方 僵醫師他們的範圍 有時候大腸直腸 那個轉角 乙狀結腸容易發炎 那也會痛 所以它原因就很多元化了 但我覺得還是就醫會比較好 因為只聽電話說沒事 你打電話去他們願意 他認得你的聲音嗎 現在這個 知道 人家少了 沒有 知道知道 後來有追蹤 再追蹤一次不見了 對對對 後來就慢慢的就不見了 現在有改善了嗎 對對對 有改善了 我們某片包括有四個等級 一個是就是說 正常的 一個是發炎的 一個是 可疑細胞 就懷疑可疑細胞 一個是 某片不足 健體不足 當然我們最怕的是 遇到可疑細胞 可疑細胞就是說 那個某片因為 因為剛剛有提到精準度大概只有六成多 病理科醫師看到那個細胞長得怪怪的合很多 那個可能就可以 就是叫你過來做切片的意思 是這樣 那我提到說 某片為什麼要做 我提兩個案例好了 一個很幸運的案例是 就是一個女生 她剛好三十幾歲 她剛好是巧克力柳 那她就是那時候本來準備要開刀了 那我們順口問說 你有沒有做某片 她說醫師沒有 我四年沒做了 那我們就開刀 而且我們順勢就 好啊你參波做 我們順便做個某片 結果好死不死哥 結果最後一看 那後來我們做了大切片之後 就跟她講原味啊 那所以她變成就 就開刀就賺到了 就是副餐廳做了 同時我們再做個罪章切除 也有遇到一個不幸運的案例 這不幸運案例是一個三十六歲的女生 那她大概十年前 以前交過男朋友就交半年 她這就是那半年有性行為而已 那她就想說我做這半年有 大概這輩子應該得子宮頸癌 也很難的嘛 那就後來到前 就是剛好在這一點 就是地點大家在初學的 然後結果我們一檢查 真的就是 然後而且斷層一照 就真的已經到了比較晚期 那真的就是 對 所以才說為什麼剛剛提到的 抹片真的很重要 因為這個抹片 其實你這樣子篩檢 其實愛前期必變 百分之百幾乎頭給治癒 其實我是一開始的時候 就從人類乳突剛剛有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了 然後那時候是剛好因為朋友 然後一樣的講法 就說自費是人類乳突 可是抹片呢 就是你可以健保這樣子 我說好吧 那我就兩個都做 後來我就發覺說 我每一年在做體檢做完之後 我的抹片都是正常的 可是人類乳突就不正常 其實我就這個問題 有問過陳寶仁先生 就是因為那個還沒有出來 所以你會很緊張 因為你就看到他說 你的人類乳突有異常 然後呢 我已經來不及看後面的字了 因為後面有很多數字 他說你的人類乳突發言是 譬如說什麼 第十三行 然後他講說 所以請回診所 你心裡就已經有 到一百多年了 然後想說怎麼辦呢 然後他就是 我到了醫院之後 然後醫生就說 你冷靜一下 你看一下後面 他說我們有分 就是說有癌症的 譬如說是一二三 可能會疑似癌的是三四五 他說你的是在那個 不是癌症的下面 就是他有一個 說明 對說明 他說可是這樣子的話 你還是每一年 你都一定要追蹤 所以我每一次其實拿到 我心裡都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有問醫生 我說為什麼 他就會一直有呈現 這個就是病毒感染 也沒有特別幹嘛 而且我還打了那個 子宮癌疫苗 然後他講說 是因為抵抗力下降 然後那個病毒已經跟我共生存了 很久什麼之類的 其實這個說法我 還是到現在還是不太能夠理解 因為畢竟他就是掛在身上 對他就掛在身上 那有時候平常有兩種 然後今年就很lucky 今年去體檢說 病毒一種 然後他就說另外一種 他就自然的就消滅掉了 然後我就說 他說你只要吃得好 睡得好 有運動 他說就會漸漸的 他就會越來越不見 因為你抵抗力比他強 對 所以我後來就發覺說 其實擔心這個做一定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調理 不如自己要努力 對 可是你求陳寶人醫師看 他有給你答案嗎 有啊 他那時候當下也跟我講說 你看一下那個數字 沒有 我簡單的快速補充 其實很多的研究 因為Julie是長仙族 他做的是非常早期 我們在子宮頸癌的篩檢 以前就是抹片 後來進展到更精密的抹片 那在人類乳涂瘤病毒 因為它是真正產生 子宮頸癌的原因 在這幾年 已經有點拉到第一線 我們叫第一線就是 你如果懷疑子宮頸癌 要先做什麼檢查 以前就做抹片 現在也可以拉到第一線 就是你可以優先做 那病毒存在 一定要緊張嗎 就好像空氣當中到處有病毒 或者你去呼氣道 隨便採檢也會有感冒病毒 一個病毒的感染 絕大部分女生會好 簡單來說 一個病毒感染 最後會變成子宮頸癌 大概 一千個感染 只有八個最後會慢慢玩 那你那個機緣 他講得很慢 你是不是聽 很緊張 他的九十幾 可能 不會 不會 一千個 只有八個真的會慢慢 變成子宮頸癌 這八個你只要在過程當中 隨時來監測 其實很容易抓得到 那你剛剛提到一個問題 到底要追蹤多久 證實這個病毒會好或不會好 我們的研究 目前大家是說 十個月到一年 我大概都跟病人講一年 如果你一年前追蹤 這一年之後還在 這個病毒以後你就 跟它當好朋友就好了 那病毒型 大家不要分那麼細 你知道嗎 其實病毒型 你只要看 我們大概也是區分 所謂良性型 惡性型 或者有一些低危險型 或高危險型 那但是我要先講 其實從節目的觀念 是一個好事情 剛剛王毅錡 因為我的診所離他很近 我還記得之前 在六七月的時候 有一個個案 他就是看了節目以後 因為我們有講過 其實一個病毒的感染 它其實要變成一個 子宮頸癌 它大概有 八到十年的醬釀期 它不是隔天就變癌症 所以這個病人 其實五十歲左右 他其實一直覺得 這近五年 他也沒什麼性生活 他覺得不用 可是他一說要十年 那十年前的帳都要算進來 他就有點緊張 要不然這五年 他覺得又把責任 灌到我們來面 他覺得沒有性經驗 性生活 他就不用做子宮頸癌 抹片 就特別來做了抹片 抹片抓了 還真的有問題 而且是一個 比較特別罕見的 某一種特別的子宮頸癌 我還特別轉到 王毅錡的那邊去做 因為這個病人水準很高 他要求做一些 達文西 就是機器人手臂 機器人手臂 這種手術 有它精密的地方 它有時候 甚至可以保留一點神經 減少一些後患症 所以我要講的是 有時候不要擔心疾病 這個疾病感染也沒關係 但是要定期追蹤 才是最重要 抹片除了在婦產科做 也會來我們家醫科做 然後大概如果說 說要抹片的報告 你們看到的異常 就是基本上都會去找婦產科了 但有一種狀況 是會來找婦產科的 可能就是看到是血發炎 那這個還蠻常見的 然後我分享一個 比較有趣一點的故事這樣 然後之前就也是一個 三十幾歲的女生 然後她來看診 然後來看診 她就是拿著她的抹片報告來 她說這個好像我每年做 每年都是寫發炎 這個有沒有關係 那一般解釋上 當然就會說 這個還好 總比你看到二性細胞好 那也就是好好的治療這個發炎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你怎麼治療 她就說沒有啊 她就是有時候 如果白帶比較多 分明比較多的時候 她自己去藥局 買買一些藥膏 或者是塞劑 塞一塞這樣子 可是就反覆 然後每年她都會寫發炎 我就說那我再幫你看 仔細一點好了 我就幫她看那個抹片 那其實我們的抹片報告上面 其實有一欄 她會寫說疑似什麼發炎 那比較多的是 念珠菌 那念珠菌這一種就是 可能就相對比較好治療 可是這個女生 她上面寫的是 低蟲 然後就有點尷尬了 對 她就說她什麼是 低蟲感染這樣子 那我想忠實的觀眾朋友 大家都知道什麼是低蟲感染 她基本上就是 她還是跟性行為 比較有關係的一個感染這樣子 那我就跟她講說 那你這個我們要 比較特殊的藥物來治療 那你治療了之後呢 而且重點是呢 你的性伴侶也要治療 所以如果你 因為她老公我陪她來的外面 我就說那可能就是 你要跟你老公講一下 你們兩個要一起治療這樣子 然後她就突然 反應很快速說 等一下等一下 那個我回去研究一下這樣子 我說你要研究什麼 因為我就跟她講說 這個低蟲 這個我們叫乒乓球式的感染 就是說可能 男生老公傳給老婆 然後老婆沒事要傳給老公這樣 然後這個她就說 醫生你知道那個 乒乓球我分 單打跟雙打 然後要去研究一下 就是到底哪裡 我說沒有開心 就是我沒有想要管你們哪裡來 你們就是要一起的去治療這樣子 我自己你看我是醫生 我照理說我應該很有這樣的概念 可是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做過 子宮頸抹片檢查 直到我生了第一胎 因為我懷孕的時候 大概懷孕到三十幾週的時候 就出血了 然後就開始擔心 是要生了還是怎麼樣 然後去找醫生看 結果發現 我的子宮頸上面長了一顆 子宮頸腺瘤 對就是息肉 類似像息肉這個東西 而且非常大顆 切下來的時候像一個小指頭一樣 對然後後來醫生是跟我解釋說 可能是懷孕過程當中 賀爾蒙的影響會突然長這麼大這樣子 然後就後來生產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要定期回來再追蹤 子宮頸抹片檢查要做 但是因為後來就 我就忘了這回事 這回事了 我就以為就沒事了 我就也沒有做 然後到了懷孕第二胎的時候 又再來了 一樣在三十二週的時候 又開始出血 這時候我就 我就想說 該不會是我那個息肉長出來了吧 果然去給醫生檢查 他說你這息肉又長出來了 我還知道說 其實息肉這個東西會隨著荷爾蒙 你的身體狀態這樣子做 長息肉為什麼會流血 息肉它沖血 它會沖血 對 所以就是因為切下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條 好像是小指頭 然後軟軟的東西 在那個瓶子裡面這樣子 所以我生完第二胎之後 我真的就才開始乖乖的去做 子宮頸抹片檢查 我才意識到說 其實知道歸知道 電視上六分鐘 跪六分鐘 好像你都知道 但是真的要去做 我看乳房外科 我有一個這個脹奶的病人 然後三個月開始乳房會脹 那當然看乳房外科 來問我們說怎麼回事 結果在問診的時候 我就問他 他說醫生除了看乳房 以後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最近呢 我覺得說 這個已經第二產程 婦產科 我怎麼覺得我陰道下面 會有血絲 我覺得這個血絲不太正常 結果呢 就很好奇的 我跟他說 欸 你有沒有做過抹片 結果我在大概第一中產程的時候 說抹片都正常啊 那我說你要小心一點 那這時候那個婦產科醫師 是我很好的同事 就跟他說 你已經到了第二第三產程了 現在這個初血呢 大概抹片意義不大 但是你要非常的觀察 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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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他到了今年十月要生的時候 醫生在內診的時候 他開始等他這個子宮頸要開嘛 結果內診的時候 就在開的時候跟他說 欸 這個時候發現說 可能是這個子宮頸的地方 有硬塊 然後有硬塊的時候 反而開始就緊張了 所以醫生覺得說這個硬度 不太像是一個良性的東西 結果他從其中的產程出血 到最後醫生建議他說 你乾脆剖腹產 剖腹產又順便把 取出子宮出來 真的是 一齊的子宮頸 所以他一回想他說 那就是黃醫師我在看你的時候 其中的時候你就叫我說 不正常的出血 但是他看了副科 所以副科保倫他們的副科 大概那時候建議說 等等等到最後產生出來 所以這是我 也是一個非常活生生的例子 接下來我們看 解 查發現乳房有腫塊 該怎麼辦 乳房一摸到有腫塊呢 最主要其實大家都不用恐慌啦 這個乳房大部分有腫塊呢 就有時候有什麼 纖維腺瘤 然後我先分享一個 那個美國現在很有名的故事 大概有一個生化的博士 叫南希博士 結果在40歲的時候 美國是40歲就開始做乳房攝影 結果乳房攝影的時候 他就每年做 每年也自我檢查 結果在他檢查11年之後 他有一天 那一年的8月份 他在洗澡的時候 8月夏天 覺得自己一邊洗澡 一樣有習慣的處著 他摸到一個 大概一公分 快兩公分的腫塊 這個人是一個很有學問的 然後這個女生就不得了 他回去找他的醫生 問他的這個放射科醫生說 我三月才做過乳房攝影 怎麼我現在就摸到一個 一公分的腫瘤 結果他的醫生 輕描淡寫的跟他說 你叫做自立型乳腺 所以你會發現到 X光不能看到的腫瘤 所以你摸到了你算幸運 哇 他一聽不得了了 這個博士說 我是一個堂堂的生化博士 怎麼從來沒聽過 乳腺有叫還分 致密型跟不致密的 所以他就非常的 就開始認為說 這個觀念 所以他從2008年 認為在全美要到處演講 要告訴說 大家做篩檢的時候 非常重要 雖然乳房X光 每一個人做起來 卻都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今天用這個手牌 給各位解釋 如果一般來講 大多數我們亞洲的女生 就叫致密型乳腺 所以你們做X光的時候 可以看到第三度跟第四度的致密 可是有些外國人的體質 比較脂肪比較鬆一點的 這個叫 所以這個一級鬆 二級鬆 三級緊 四級緊 所以大家知道 其實越緊密的乳腺 才真正在乳癌 得乳癌的機率上面 會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個概念 我們要讓觀眾朋友知道 你做了乳房攝影 有時候看 我到底是緊密型乳腺呢 還是鬆弛的乳腺 如果緊密型乳腺 一定要拜託醫生 說我可能這樣子的結果 如果知道之後 還要每半年一年 加上乳房超音波的檢查 那請教一下 有熔乳的人 都會影響這種檢查 熔乳基本上來講 要看 如果我們亞洲女生熔乳 基本上 不太在適合 用乳房X光再去擠壓 可是有些外國人 他是鬆弛的乳腺 他還是可以 因為他的乳腺跟甲體 還是可以稍微分開 但是所以我在臨床上 看到很多熔乳的女生 真的不適合做乳房X光 這時候超音波非常重要 那他要做什麼樣的檢查 這時候我們有很好的 乳房科子共振啊 或其他比較高檔的 這又提到了 這個瓜哥又說 可能又要自費了 對啊 因為現在熔乳的人越來越多 對啊 我們不能不服務這群觀眾 是啊 事實上現在我們政府 對於乳癌的篩情 非常的謹慎 因為大家都知道 乳癌一期二期 你出貨率就是九成 你一到三其實馬上掉到五、六成而已 所以大家都希望你的乳癌 能夠在一期兩期之內就發現 所以現在政府有告訴我們嘛 你45歲到69歲 你兩年就可以免費做一次乳房的攝影 那如果你家族死 就是你媽媽有 或是你兄弟 就是你姐妹有 的話你就是提早到40歲 你就可以做乳房攝影 那很多人就問我啊 那為什麼我30歲不能做 我25歲不能做 那就是剛才那個黃醫師講的 因為那時候你的乳房還太致密 你去做攝影 因為攝影主要是看蓋化的 你那時候是太致密去做 其實對你來講 並沒有什麼很大的幫忙 所以不是我們不給你做 也不是政府想 其實是 那個檢查要給一個最適當的時間 給你去做 而且攝影也沒有說 一定就比超音波準 還有很多觀眾朋友都問我說 那超音波到底幾歲可以開始做 我說沒有幾歲啊 你覺得你有問題就可以來做 你15歲也可以來做 你16歲也可以來做 你只要覺得你乳房有問題 你就是可以來做 事實上我們這幾年 已經大幅發現那個乳癌 在一期二期發生的機率 已經非常非常的高了 這都是政府的德政 就是因為乳房篩檢查 都會篩出來 但是我要特別要跟各位講的是 因為現在外面的公司 對於大家員工的照顧也很好 所以其實現在不只是政府 在幫你做篩檢 很多公司也在幫你做篩檢 所以篩檢查就會有一個 健檢報告 特別是乳房超越波那一欄 你會常常看到底下這幾個字 你真的不要緊張 我們最常看見的 第一個就是乳房囊腫 事實上乳房囊腫 對我們而言就是水泡的意思 事實上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丟點九九九 它都是良性的 你真的不要緊張 因為其實之前 我禮拜四那邊看門診 看到一點多結束 出來正想去吃麵的時候 就被門口一對母豫就把我攔住了 因為她掛號掛不進來 她就說 她媽媽就衝進來 然後就拿著那個報告給我看說 佳醫師 佳醫師 我掛號掛不進來 你可不可以幫我女兒 看一下這個有沒有問題 她非常緊張 她已經在外面等了一個早上 她一直找不到控廠進來加好 我就說我看 我說乳房囊腫 我說不要緊張 這個還是良性的 我媽媽就開始哭 她說聽到你講這樣真 我妹已經哭了快一個禮拜 我女兒這個報告這樣子 我真的快受不了 結果她就哭成這樣 我受不了 我就說好啦 我就知道她還很緊張 我講完之後 她可能還沒有完全放進 我說沒關係 我現在去把超音波室打開 我再幫你做一次 所以真的不要緊張 乳房囊腫 就只是水泡的意思而已 但是另外 剛才有個附註 如果你水泡當中 不是所有的水泡都是好的 如果水泡當中有 混濁物或是有隔間的話 我們一般就會寫這個叫做 複雜囊腫 也會寫在傳聞報告上面 這個你就要小心 就代表說這個水泡 還是有可能是惡性的 我們在報告上面都會寫得很清楚 你是乳房囊腫 然後會寫 甘情性的 還是複雜性的 如果你被我們寫到複雜性的話 你這個就還是要做處理的 因為之前有個病人 他還是這樣子 他那個健檢報告 是寫乳房複雜性的 不過他很皮 他看到乳房囊腫 他就想說水泡 沒事他不理他 他其實這個健檢報告是半年前的 他是半年後之後 在這個胸口摸到一個 4公分的硬罐 他才跑來我們醫院 那時候我們這樣一照 就是乳癌 那時候也是第三期的 他就說 這個跟他之前 騎水泡有沒有什麼關係 他不是說水泡不是都良性的嗎 為什麼 水泡半年之後變成第三期的乳癌 我就拿他健檢報告一看 我說那個上面是寫複雜性囊腫 這個本來就要處理的 我說如果你那時候有來的話 可能是第一期 現在這個就變第三期 不過他現在還活得很好 沒有什麼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常遇到的 纖維線紐 基本上纖維線紐 也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我們什麼時候會叫你開 就是如果在燒音波底下看起來 那外面的邊緣 還是不是很規則的時候 可能會叫你做切片 或是叫你開掉 或者是說 纖維囊腫在美國 如果大於3公分以上 我們還是會建議你開掉 因為我們認為 如果一個纖維線紐 會長到3公分以上 代表他還會繼續長大 等到變4公分 5公分的時候 你大概就會痛了 人家說一定要開 可是那時候來開的時候 乳房可能就會稍微有點凹下去 可是在台灣的話 你不能否認 你的胸部還是不能跟外國人比 比較小一點 所以在台灣我自己的標準 基本上來講 如果你的纖維線紐 超過2.5公分以上 我就會建議你開掉了 但是大家不要緊張 很多人都會說 我有一個纖維線紐在這邊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開掉 只有0.8公分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開掉 我為什麼要擺酒 等它以後變大 或是會不會變怎麼樣 我幹嘛 就跟瓜哥的想法一樣 身上只要有東西 我就要把它幹掉 為什麼要等它 為什麼要等它 要怎麼樣 其實我們之前看過一個小妹妹 很可憐 她被媽媽帶進來 她媽媽就說醫生我摸到我女兒 那個她才15歲 我摸到我女兒胸部上面 有一個腫瘤 我要來要求把它開掉 我就說是這樣子 我以為是很大 我就請她答案給我看 結果她兩邊的乳房 你知道有幾道刀疤嗎 有12道 為什麼這麼多 她到處就是 她只要摸到一顆 她媽媽就帶她去開掉 她只要摸到一顆 她媽媽就帶她去開掉 真的很慘 所以她兩邊的乳房加起來 竟然有12道的刀疤 所以她媽媽來的時候 那一次我是打死 都不幫她開了 不過她後來 就是還是幫她開了 但是我跟她講說 我絕對不用跟妳打包 我是用微創把它開掉 因為現在有這種 真空抽吸刀 可以用微創把它開掉 其實我們為什麼建議 你不要開掉 是因為 你在那個年紀 會長纖維線流 你會一直長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真的不用緊張 就是追蹤就好了 大部分這個都不會變成惡性的 除非它一直在長大 一直長大再處理 第三個各位常會開通的 就是鈣化 這個大家就很緊張了 每次跟你講說 你乳房鈣化 聽到誰說 我乳房鈣化之後 很多檢查是乳癌 聽到都很害怕 鈣化原因有很多 你變老就會鈣化了 你年紀變大 你就會鈣化了 你受傷也會鈣化 良性腫瘤也會鈣化 當然惡性腫瘤也會鈣化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鈣化都是攝影看到的 那基本上我們在看那個形狀 我們會去分它的形狀 像有一種大家說 我之前遇到一個病人來了 他就跟我說 醫生我要開刀 我說幹嘛 他說他乳房攝影 看到一個鈣化 我說我就看那個鈣化 他有拿片子給我看 就好大一個白點在那邊 他說你看 你看這個白點那麼大 鈣化這麼大 一定有問題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很多地方的腫瘤是 越小越好 越大是越不好 你都這樣 但是乳房的鈣化是 只要大 就幾乎一定是良性的 反而是小的鈣化 那點狀那種 反而要懷疑是惡性 所以各位真的不用緊張 很多人會說 那鈣化白酒了 會不會變惡性 不會 鈣化它如果當初 是良性的腫瘤造成的鈣化 它一輩子就是良性的 鈣化絕對不會白酒變惡性 如果鈣化白酒變惡性 是它本來就是惡性的 只是當初你在看的時候 你覺得它是良性 可是讓它本來就是惡性 所以沒有人在說 我因為鈣化白在這邊 我怕它轉熱心 去把它弄掉 沒有這種事情 千萬不要擔心 每次你們在看超音波報告的時候 就是看乳房的報告的時候 可能露露腾 就跟剛才Julia講的一樣 你可能看前面兩句 我是良性 沒事 根本後面也在看 或是我得到什麼 可能是什麼 你後面就昏了 如果你都很懶得看那些字 什麼我有什麼水泡 什麼乳房自不自密 什麼什麼 你都不要看沒關係 你只要看最後的分類就好了 基本上我們乳房的報告 不管是超音波或是攝影 它都會分 0到6集 只要你是被分在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你就不用怕 你就是良性的意思 是第四集以上 你才要擔心 好不好 你只要看 你什麼都不要看 你就看最後的分級 就可以了 就是每個人身體 真的不一樣 像在 因為我在美國長大 然後在國外的話 他們會提倡說 從16歲 其實就開始去做 一些副產科的檢查 然後胸部的檢查 然後 他們說在家裡 就是每天洗澡的時候 可以就是要有一個姿勢 可以去摸你的 胸部的那個線條 這樣子這樣子 對 然後可以自己去檢查 然後 我有試著去做 可是我就會覺得 我都是硬塊 所以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 到處都是硬塊 然後都是有癌症細胞 在我全部兩個胸部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 我第一次去做檢查 是18歲 因為我就是自己不懂 然後我怎麼樣摸都是硬塊 讓爸爸媽媽又比較傳統 我跟我媽媽講 他也可能就是很害羞 所以我們那時候到 學校的醫生 然後醫生就說 OK沒有關係 你的體質的關係 所以你的硬塊會比較多 不代表說 你會有癌細胞 那病人他說 你就是常常 還是要去習慣去做檢查 然後去習慣你身體的狀況 這樣你才可以知道 因為我可能 到處都是顆粒 所以我從18歲 我就會開始 就是比較注意 就是要了解你自己的身體 然後就會注意說 OK我的胸部 現在是長這個樣子 那裡面的硬塊 大概都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你會習慣說 它的大小都沒有變 然後比如說 一邊有差不多十幾顆 一邊有十幾顆 妳先講的是真的喔 真的啊 就是有些人的胸部 就是摸起來 就是到處都是硬塊 我的就是那樣 就是像張醫生 假設性 如果它真的有東西 那你會分辨不出 所以你要先習慣你的身體 你要先記得 你哪邊地方有硬塊 有沒有新的 是喔 所以醫生才會說 你要自己去習慣 不是 這個我可以解釋一下 立的那個就是乳房的纖維化 每次我們這種病人很多 他會來跟我說 這邊這樣 手一抓就一塊 這邊摸就一塊 特別是月經前還會痛 特別大 對 那個其實真的是纖維化 因為我都會跟病人講 其實乳房在這邊 其實乳房並不是均勻的 它本來就會有一些 乳房組織比較軟 有一些組織比較硬 當你一個比較硬的 處在比較軟的中間 你就會覺得它好像一個硬塊一樣 另外就是 雖然同樣是你的乳房 但是這些乳房 對你身體裡面的荷爾蒙 它的反應是不一樣 有一些局部的乳房 它對荷爾蒙的反應會比較強 所以那一塊就會變得 比較硬比較厚 在我們的術語裡面 就叫做纖維化 有人會摸起來 如果你單純用醋繩去摸的話 你會摸起來 它到處都是一塊 注意這方面 對 因為你會害怕 因為你不知道到底哪一塊是惡性的 那像之前就是兩年前 我後來就是有摸到有一個地方 就是有一個小塊 比較比別的地方更硬 然後我就去看我的醫生 然後他說那我們做sonogram 曹英波去看看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每次多出一塊 你就會去檢查 我也不是啦 因為平常你也不會就是摸得很細 然後你就是大概就是 了解你的身體的狀況的話 那你會就是會發現 假如有病變不一樣的狀況 就是變是有一顆 因為那顆其實比我別的小 可是它就是摸起來比較硬 所以我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很多塊嘛 然後我就覺得差不多都是這樣 然後有的時候 可能月經要來之前 有一些硬塊會更大更重 那可是那顆就是比較深層 然後就是比較小顆 然後就是硬硬的 那所以我去照了sonogram之後 那醫生說 好像是fibrosis 纖維囊種 然後我那時候不知道 什麼是纖維囊種 然後他講中文 那時候我想說我們趕快去查 然後他說fibrosis 然後其實那時候醫生就後來有說 其實很多女生都有纖維囊種 所以不要緊張 那我的是差不多0.6 那他說0.6公分 那基本上每六個月要去回診 去觀察 那除非是他有長大 然後可能之後再要去把它切除 還是怎麼樣 可是現在他說你不用擔心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就是每六個月都會去做一個檢查 可是做了差不多兩年之後 就覺得好像沒事了 現在又隔了一年 所以有的時候不能鬆懈 我最近有點 對我最近就是有點緊張 是因為我隔了一年還沒有去做身體的健康檢查 所以會怕 在乳癌真的發生率越來越高 連我們都覺得莫名其妙不要太高 那以往的族群會在兩個族群 一個是 雲精厚 所以老年的族群 另外一個是 沒有生育的族群 亞洲區我想比較特別 台灣很多是年輕型的 14歲以上 這個跟國外不太一樣 但是因為我在的地方是生產量很大 其實現在有另外一個field 就是在懷孕初期 所以你們慢慢會接收到 不是我們要推資配檢查 瓜哥 你知道這種新的東西 因為它為什麼會被推呢 因為它是一個新的target 在國家要推大規模的時候 它必須考慮到經濟效益 生產你從來不會想過 懷孕的人會得乳癌 可是已經有一個趨勢 在因為大家晚婚晚育 很可能你本來就有一點點 乳癌的一個風險或因子在 那你要了解懷孕的時候 女性荷蒙是大量幾十倍 比你平常要高 那乳癌又跟女性荷蒙 有絕對的相關性 所以現在有一個failure 就是在懷孕初期 我們希望可以做 乳房的超音波 這時候不會叫我們做攝影 因為不必要的S光譜 如果我們也不喜歡 但是在初期懷孕的 乳房超音波 已經慢慢建立在 未來的推廣 可能再過兩年到三年 以後婦產科的 推薦檢查裡面 會有這一個 可是我們自己的 推廣經驗就很難 因為你懷孕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害怕 你只會煩小朋友的事情 你要吃什麼營養 你根本不會管到乳房 我如果跟你講 這時候做乳房 你會覺得 這個醫院又要削減了 但是我要先講 這個就是觀念在修正 那我們後來 你看我們醫生多聰明 那這時候不好推 那另外一個容易被混淆 跟遮掩住誤判 很多人在喂奶 你說奶都胸部那麼大 其實每個都脹啊 那你怎麼去判別 但是我們的醫院 在這兩年 我們抓到了九位 其中有兩位是在懷孕初期 抓到了乳房的原胃癌 另外有七位是在產後 其實探索自己的身體 是非常重要 其實只有你自己 最熟悉你自己的身體 所以最近我們抓到七個 其中有一個就是這樣子 他就覺得他已經餵奶 大概三四個月 已經很順暢了 那也沒特別奶脹 他就摸到一個硬塊怪怪的 那因為我們之前 已經跟他講過 可能要做乳房超音波 這時候人都是這樣 遇到事情才會來 所以來一照 果然大概就是一個 零期癌左右的人 好險就是因為 早期增舍我們有布線 他回來很早就做 就像江醫師剛剛講 現在有些微創 比較小傷口的 一個磚孔進去 就把它繳掉 而且他的傷口就非常的小 也不影響他後續的餵奶 連胃奶都還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觀念在修正 可能不要懷疑自己 懷孕本身也會有乳癌的風險 老闆哥講的真的很可怕 我們之前常常遇到 那種產後的婦女 你常常說奶塞住 你不就摸到一個硬塊嗎 你會怎麼做 大家都教你這樣子 因為你塞住塞奶 就是要揉開 我們一個病人來 還是這樣子 他來找我吃為什麼 因為他是揉一個 他就是一樣摸到一個硬塊 他還在胃奶 揉一揉之後 那個就整個大流血 就變成一個大黑心 變成一個六公分的黑心在這邊 他揉的那個根本就不是乳汁劑在那邊 他揉的是一個惡性的腫瘤 那個惡性腫瘤被他揉開 因為你知道嗎 大家在揉的時候 就是揉不開就是大力一點 大力一點 他非常大力在揉那個時候 揉到他初學 可是我就說你這個摸到多久了 他說他不記得了 不過好像很久了 因為他胃奶 本來就是冬一塊西一塊 他根本沒有在注意 所以說真的很危險 還是要來超音波 讓我們掃一下 像我也是保養醫師口中 那個不婚不生 我沒有 我沒有 很好很好很好 所以 不過我要說的是 其實我自己也是沒兩年 就做乳房超音波的習慣 因為有時候 其實我們有發現說 你自己摸 有時候摸不太出來 摸不到 或者是你摸了之後 你就覺得好像都腫的 那又會擔心 所以其實最方便的方式 其實像年輕的女生 還是做乳房超音波是最好的 然後我自己就會建議說 像其實我們還是建議 就是你盡量在早期的時候發現它 你就不會太嚴重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 那時候我們在愛民病房的時候 有一床 然後我今天那時候就是 大家看起來都很不軟這樣子 因為她才36歲而已 很年輕的女生 然後來的時候就是整個就非常的瘦 因為就癌症的餓病值就非常的瘦 然後頭髮 因為之前有做化療的關係 也都就是短短的這樣子 然後她不太跟我們講話 所以我們大概有些病時只能問姐姐 那這個姐姐才告訴我們說 其實他們家就是有家族室 她的媽媽 她的阿姨就是都有乳癌的狀況 所以其實像這種 因為乳癌它算是癌症裡面 特別都跟家族遺傳有關係的 所以你有家族是你一定要規則的做檢查 那這個姐姐她比較乖 她從二十幾歲開始也是定期的做超音波 那三十出頭的時候也是有檢查到一顆怪怪的東西 那時候把它切掉之後 真的就是癌症 但是因為很初期 所以那個姐姐後來就控制得很好 定期的做 但妹妹就是從小就是比較不在乎這些事情 所以完全沒有做 然後那時候一發現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比較大 而且都已經擴散出去了 然後擴散到骨頭 所以其實就一下下就是就走了 所以這邊就是真的要呼籲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家族式的 或者是像我們這樣 不婚不生啊 比較高危險的群態 然後不要再意自己一點這樣 多做一些檢查這樣 因為女生總是比男生 所以你知道 多一點疾病煩惱 因為真的要照顧家庭 公婆 老公 小孩 根本很多心思都花在家庭裡面 有空多花一點時間 愛自己一點 花一點錢去做檢檢 其實不一定要花錢 還有很多政府提供一些免費的篩檢 對 希望大家多多的利用好不好 好 謝謝 我們要相信專業喔 謝謝 是不是常常覺得腰臀交界處痠痛 而延伸到大腿 臀部 股膝蓋又找不出原因呢 無論你是久坐上班族 或者是坐著看電視的菜籃族 注意了 你可能患了臀肌失憶症 一旦我們的臀大肌忘了怎麼收縮 其他的肌肉就會代償而過度使用 在這裡提醒大家可以多做瑜伽的喬試 讓你緩慢地將臀部抬起又慢慢放下 如此有效的訓練臀大肌 不但能夠減少脂肪堆積 改善臀型 也可以減少腦人又不明原因的腰痠背痛喔 地瓜是這幾年來很夯的養生食物 它不含β胡蘿蔔素 維他命C 礦物質 美和甲 那你知道嗎 不同顏色的地瓜營養素也不太一樣喔 像紅色的地瓜 它含有β胡蘿蔔素就比較多 所以有著很好的抗氧化能力 也可以保護我們的眼睛 那黃色的地瓜呢 有很好的低升糖指數 那它口感是比較Q彈 所以很常被用來做在糕餅裡面 紫色的地瓜呢 它含有比較多的花青素 所以愛被含賴的女生 可以多吃紫色地瓜 來減少因為氧化壓力 造成的皺紋跟斑點喔